大家好,又到玩一次的時候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叫做Hanabi 花火 這是一個日文來的 中文就是煙花 這樣就不會以為是一個日本人設計的遊戲 其實是一個法國人設計的一隻卡遊戲 它就可以支援2至5個人玩 30分鐘內就玩完了 拿獎的 這個遊戲是... 不記得是拿了2012年還是2011年 德國的一個獎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怎麼玩 這個遊戲是一個合作的遊戲 待會示範三個人玩 其實是我 Mandy 小虎 每人會有四張牌 可以看說明書 其實遊戲的目的 我們就是要砌這些不同顏色的煙花 它裡面是有五種顏色的 有白色、黃色、紅色、藍色和綠色的 我們就是要順著次序 這樣 去呢 1、2、3、4、5 這樣 最多呢 就有五隻 顏色每隻就 1至5 所以有25隻牌 如果拼完整個牌 就最高分了 那就要拿25分了 但是拼的時候 就要順著次序 由1開始 1、2、3、4、5 這樣 你不可以拼完1、2 就插3、4、5 這樣就不行 一定要順著號碼 這樣排上去 所以第一隻一定是1 好 那我們現在 示範一下遊戲怎麼玩 我們放在一邊 好 那一開始 我們每人呢 有四張牌 但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不可以 看你自己的手牌 你只可以看 別人的 那 四隻或者五隻的手牌 那就是說 你是要 合作地 大家可以出到牌 出完剛才所說的 五隻顏色的五隻牌 那 最後就可以拿到最高分了 好 那我講一講 流程是怎麼玩 那大家 一開始 其實每人呢 可以 每到你的時候 就可以做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就很簡單 就是出牌 那 出牌 譬如 你要出 成功你出了 才可以出到的 那譬如 我一開始 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當然只可以出一 那我看看 我現在 其實呢 我是不知道手上有什麼牌的 那譬如 我如果亂出一張 譬如 出一張是五 但是其實 一二三四都沒有牌 那我其實呢 就失敗了 出錯了牌 出錯了牌 那怎麼辦呢 就會 反一個閃電的 那 如果你反到第三個 你就Game Over 整個遊戲呢 就完了 計分了 那所以呢 出牌 就不能亂出的 OK 那 第一個動作是出牌 第二個動作是怎樣呢 就是提示 那 譬如我自己 四個牌 什麼資料都沒有的 那我當然不要出啦 因為 出了會可能 有個閃電金 那我呢 就看一下對方 看一下我的下架先 那他呢 有1 另外這個下架呢 嘩 都很好 都有2-1 但是我不可以出聲 我 不可以告訴我的 夥伴 他手上有什麼牌 因為他看不到的 那其實我們呢 就可以跟其他人討論了 那 應該怎樣提示 令到他可以出到 到他那時候可以出牌呢 那我們呢 一是呢 就提顏色 一是呢 就提數字 那你不可以說 又數字又橫色 即是譬如說 啊 這隻呢 你是 綠色的耳朵 不可以的 如果你提顏色呢 你就只可以說 這隻 是綠色 或者呢 你提呢 這三隻是黃色 即是說呢 你提的提示呢 是要全部的 不可以提部分的 那譬如你說 如果你想提 數字 譬如這兩隻 是耳朵這樣 你要提完 因為有兩隻耳朵 對 那如此類推呢 那 譬如 我這次我當然是提這隻 我說這隻是一仔 好了 那我呢 提了它 不是任提的 其實呢 我們只是有 九次的 提醒的限制 那我提了一次 就反轉一個 這個提示 好了 那到 Mandy Mandy 聽到我說這隻一仔 那外面 又沒有出過一仔 那它當然是死人 都會出一隻一仔 好了 那一出 啊 沒問題出到 看回這隻牌 是手 那呢 然後到小虎了 那小虎呢 其實現在呢 它又沒有消息 有沒有 對它手上的資料 它仍然是沒有的 那怎麼辦呢 那它唯有呢 就提我 那它又看到我的牌 那看一下 咦 它又有自己一仔 那它又可能會提 我這隻 這隻一仔 那它提完之後呢 又減一個 那它提了這隻 我當然會出 好啦 那我出了呢 又摸一隻牌 那呢 然後呢 有到Mandy Mandy Mandy呢 雖然我見到 嘩這隻耳朵正 但是Mandy 是不知道的 它不知道自己手上有耳朵的 所以它其實呢 它可以搏的 搏出四張 裡面抽一張的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不需要搏 因為現在我們還有很多個提示 好啦 那它又看看小虎 咦 那有兩至一 它也都可以提我的 那看看我有沒有 好東西給它提先 嗯 嗯 我出不了那些牌 那它不要提我 它提小虎 好啦 它就會提 這兩隻都是一 這樣 好啦 那又扣一個 扣一下扣一下 就沒有了 好啦 那它提小虎這隻一 那小虎當然是出這隻 那又摸一隻 好啦 那又到我了 好啦 剛才都說了 有三個 動作 三個action 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出牌 第二個就是提示 那第三個呢 就是氣牌 那氣牌 那氣牌 那是不是隨便開氣呢 那 那講一講 那個數字呢 讓大家知道牌數先 那其實呢 一呢 就有三隻 二 三 四呢 每隻都是兩隻 那五呢 就只有一隻 如果氣一呢 都沒有問題 因為 氣了一隻一還有兩隻 因為每隻顏色的一有三隻 那我如果氣一二呢 都不要緊 二三四呢 都是有一隻的 即是可以犧牲一隻牌的 好啦 那氣牌有什麼好處呢 那呢 我先氣一隻 好啦 我氣這隻呢 喔 氣了一隻二 氣了它 那呢 氣完牌呢 就有個好處的 就是可以救回一個 這些提示啦 那所以呢 適當地呢 要令 補一隻先啦 適當地呢 要令到隊友呢 可以氣牌 那當然啦 要令到隊友呢 就不要氣些 呃 譬如 已經出了的 已經氣了的四 氣了的二 就不要再氣了 氣一次好了 那五就一定必須不要氣啦 那這個遊戲的玩法呢 就是這樣 下去 那什麼時候是End Game呢 那就是 如果 剛才說過啦 如果三個閃電 即是一揭第三個閃電 那你就Game Over啦 就馬上要計分了 不能玩下去了 第二個End Game的情況呢 就是你很厲害 五隻顏色 每隻顏色都 一二三四五 砌好了 就是二十五隻牌砌好了 那你 也是End Game 那你拿滿分的 你們這個隊伍 那這個第二個情況啦 第三個情況呢 就是這個牌庫呢 因為你會抽牌的 會補牌的 這個牌庫 沒有了牌之後 最後一張都被一個人抽賣之後 那呢 就 最後一個 一個Round啦 那連抽牌那個人 抽最後一個牌那個人 都可以出賣的 做一個動作的 那就 最後一個Round之後呢 結束了 那就去計分了 那 那 那 看回說明書呢 就 最高分是二十五分 那其實它分開了幾類的 的分數 的 不同Range的 得到分數呢 你有不同的級別 那又由最蠢 對到 到最後什麼 最聰明 如果你可以 成為專家啦 如果你可以二十五隻牌都出現的話 那 這個遊戲的 玩一次呢 就 介紹呢 就差不多啦 那多謝大家收看